今天初期全台冻番薯寒流持续的发威 让北部东北部山区有大片的雾松美景 甚至在宜兰三星山步道地面还出现了大冰块 而天气冷嗖嗖的北部高温只有10度左右 提醒要从南部北上的民众特别注意温差 放眼望去满山枝头像是镀了一层白银 寒流笼罩台湾让新竹坚实山区出现了大片的雾松美景 但白天气温稍微回升让地面冰线渐渐融化 提醒收架下山的旅客要注意行车安全 镜头再转到宜兰三星山步道 地面上不只铺满碎冰还凝结出大冰块 让民众惊奇的拿起来观赏 大年初期全台冻番薯 中央气象局还对各县市发布了低温特报 最极端的温度在本岛是出现在云林县的林内 低温只有6.3度 在北台湾今天的高温可能也是只有在10度附近 属于是整天感受上都是相当寒冷的一个天气状况 至于在南部地区还有台东的局部地区 其实都来到45度以上的高温 从南部北上的民众要特别注意温差 而这波寒流会持续冻到周日 到了下礼拜一之后 其实温度才会缓慢的回升 甚至到了2月1号之后 有局部地区会来到25度以上 感受上是比较温暖一点点 开工日赢回好天气 但冷空气是一波波激励 等下周四五就又会降温了 就成立一个2D 特别不够 感谢观看